位于阿拉巴马州的伯明汉在1960年代初期 是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权的主要战场 令人尊敬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其他斗士在这里进行了和平示威 不过当警方用消防水管和带着狗驱散示威者 部分游行演变成暴力冲突 许多人受伤 数千人被逮捕 这些画面刺激了民众呼喊终止种族歧视的支持 近50年 人们来到博明汉公民权利博物馆 了解那场在美国南方的民权之战 瑞威尔开了几个小时的车子来参观博物馆 黑人必须了解我们先人所付出的代价 我们才有今天 不幸的是 这些代价是由许多人命换来的 这是公民权利机构极度重要的手工艺品 皮杰克斯展示了马丁路德金坐牢时牢笼的门 皮杰克斯说 马丁路德金就是在这个牢房里写下著名的 从博明汉监狱发出的一封信 信的内容也成为公民权利抗议最清楚有力的证词 有着公民权利机构非常重要 不只是美国人 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学习在博明汉发生的一切 以及了解这些运动如何对全球的种族问题起到正面的作用 多媒体设备 照片和手工艺品都记录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奋斗 威尔森是从伦敦来的游客 我们听说阿拉巴马在种族融合中至关重要 但过程里有许多痛苦 我想看看我能从中学习些什么 看看和平示威如何能让不同种族和谐共存 从新泽西来的罗伯茨说 这些展览唤起了许多深刻的回忆 这有点牵动了我的情绪 这也让我想带更多家人来看看 让他们能了解当时在博明汉的努力奋斗 去年 博明汉公民权利博物馆吸引了数千名游客到访 随着人们对公民权利及其历史的兴趣增加 官方希望今年有更多的人能来参观 美国华筒电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